山河舰第四部第八章战斗相识 灵动枪 在阵营中传来灼亮的女声 一束束光波弹飞射而出 这次敌军合围 骑兵分四面冲击 使本已不多的骑兵更加分散 虽然避免了遭攻弩守的致命打击 但却造不成骑兵冲锋的力度 而盗贼团也是攻弩分三方还击 更是造不成弓箭的密集攻势 如果是滑龙 他会先以优势兵力 尽可能杀伤一方骑兵 再杀伤另一方 不过这个缺点 在分地的灵动枪连击之下 得到了不足 手枪式的灵动枪 却有着机关枪的优势 轻骑兵们纷纷落马 少数的落网之余 在接近盗贼团时 也中了迟缓数冲锋 已成过去式 当不能冲锋的骑兵 也只是比步兵高一些而已 三个女人率先杀入敌阵 在两个大戒时 一个魔武者的冲击下 低级的步兵 根本挡不住他们 不过分地的拳法 和他的枪法一样好 打出滑龙的意外 女子因为 本身生理上的因素 学拳法 杀伤力不如男性 因此多吸引兵刃 在敌人未尽 分地已戴上手套 西瓦德一眼便认出 这手套出自矮人之手 但手套上的魔力加持 便不知出自哪位大师了 单枪的远射 左拳的进击 非伤即死 不过他应该有所保留 没施展大范围杀伤的招式 另两个剑是 一个剑走清灵 仿佛百花 从中采花蝶一般 只是百花是人花 采的是人血 一个剑走威猛 完全大开大合 因此有斩断人出现 想不到这么娇小的身体 却有着如此神力 不过缺点还是有的 清灵而力道不足 花样偏多 是在杀人又不是表演 以及即可何须如此繁杂 威猛而力道过猛 恐难持久 也会造成 敌我双方士气上的波动 试问谁看到内脏横飞 一点感觉没有 在华龙与西瓦德 彼此以眼神交流看法时 兰斯娜与那位团长 也已冲入中阵之中 不过也不能怪两人无聊 试想在战场之中 军事厮杀从身边而过而起 自己却无动手 对西瓦德这种高级战士 是种磨难 若非哗龙多次 以眼神制止 西瓦德早冲上去了 以兰斯娜与那位的力量 小小的两千人 根本困不住他们 果然团长以战马的冲击力 率先突出包围 兰斯娜立刻随后掩护 两人配合之默契 绝非敌对关系可培养的 眼见团长快冲到 主将身边日月斩 兰斯娜把手中双剑交叉 以胡跃的形式 发出两轮斩波 击杀与逼退追敌 立刻拔身而起 于半空中 以一个折腰回转的动作 双剑由下垂化为平击 直指主将 空中漂亮的动作 惹起众人忍不住喝彩 只想再看一遍 可惜他是要命的 主将立刻陷入危机 这一上一下的攻击 无论哪一方都不好接 一起攻来 他绞尽脑汁 也没有好的破解招式 痘大的汗珠不断伸出躺下 炙热的大毒蛇 在众人 包括他以为 必死无疑的情况下 以致带火焰的毒箭 直取空中的兰斯娜 迫于无奈兰斯娜 只好发出一轮斩波 也就失落了下来 以躲避弓箭的攻击 毕竟人不像鸟一样 不可能自由翱翔于空中 空中威胁解除的情况下 少年主将也立刻防住了团长的攻击 无论如何他大箭士的身份不是混甲的 生命攸关更是超长发挥 不远的山头出现了一支骑兵队 数量不多 只迁于人 但完全的重亏装备 连战马也披上了林甲 整齐的马步 只能说是精锐的精锐 绝对不是这五百盗贼可以匹敌的 数数 一个中年骑士的出现 让少年人高兴起来 中年骑士看了他一下 微微一笑 完全是疼爱 团长抬头也看到了他 更看到了他身后的骑 一直带着翅膀的老虎 飞雄拥兵团 团长按咬了下唇 命令道 明 林率众突围 我们断后 命令立刻被执行 盗贼团立刻回拢 以两位大剑士围风驶向远离重骑兵方向而去 叔叔 他们要跑了 看到他们已经撕开了个口子 开始撤出战场 他禁不住心交 而他叔叔飞雄用兵团的团长 此时正定定看着战场中那突兀的一块 华龙想是发掘他的注目 回眸一笑 见他望向自己微笑 飞比也点头示意 并且举起了停战的令旗 战斗已经结了 华龙也没有留下的必要 脸上又泛出了笑容 朦胧再度遮相面延 从容不迫地离开战场 原本的敌人成了卫队 华龙的变化 飞比又是一惊 举手的 撤退 叔叔 对于叔叔占了上风却撤退的举动 年幼的侄儿不能理解 飞比想了想 对侄儿道 库克特 以后要小心那个人 说完便走了 这时候 库克特哪里还听得尽忠告 他在想这次臭大了 与有人打赌 一定勤到三姐妹陪酒 现在一个不抓到没说 反而折了不少人手 他在考虑 怎么说才是少丢些面子 全怪那三个臭女人 害自己骑兵没起作用 但在华龙 他们待过的地方 不光没有嘈杂 连一滴血也没有 即是飞测的雪花 到了那半径两米的地方 也阿然而止 立刻断落 成了战场中唯一一处 不起眼的清静与依然 当华龙离开战场后 盗贼团早已走得不见踪影 呸 一点不讲情面 从离开便一直刀刀念的矮人 都快走到森林了 还是不肯歇歇口 华龙只是笑而不答 终于进了森林了 多少再度清爽起来 二位 团长命我来接二位 从一棵树上跳下个小伙 请道 臭小子 你想吓死人呢 正发着唠叨的矮人 显然没注意突然出现的盗贼 吓得不清 对不起 这个盗贼很有礼貌 完全没有匪计 这是矮人的想法 不过接人不该在树上等之类的 西瓦德 还是要说教一番 这道免了 华龙开口 正好成了户部 对不住 二位 团长行李致歉的 显示为自己不顾二人 电走道歉 不要管他们 打的时候也没见他们帮忙 不能这么说二妹 他们站在那部也阻了不少骑兵了 兰斯纳为他们开拓 只是不知是由于年长 观察入微 还是因为其他 不过他看得很仔细 千军之中 助力不动 自动规避的场景 简直太帅了 如果手中的马拉琴换成法杖 就更完美了 不过这样兰斯纳 已是很满足了 有人开口 矮人的反驳之言 倒也不好再开口 倒是华龙又回复成冷漠 后面还有敌人吗 团长转移话题道 没有了 拳下跑了矮人 还想描述一下风光石 被华龙制止了 团长对着老二一点头 一声口笑 嗖嗖 从树上诱下来不少战士 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上树 不接受前车之鉴的矮人不满道 我们是盗贼啊 老二带他大姐回答 团长只微微一笑 不过这一笑 可大饱他不笑地眼浮了 也为他们美丽的团长很少笑 虽然他笑起来很美 却一直利于给予 要不要到我们的地方看看 团长邀请他们道 不了 我们还有路要杆 不太说话的华龙 这次抢先矮人 已不回答 对 我们也不去了 我们是猎人 猎人怎么可以和盗贼在一起 后知后觉的兰斯娜姐妹 这时又想起他们的关系来 谁去喊你们去 老二的不满 在大姐的注目 渐渐吞进肚里 团长再度微笑邀请道 出了这片林子 向西便是我们的地方了 方圆百里 也只有我们那个地方了 其实有没有地方 华龙并不在意 可西瓦德一直拉他 表达了强烈要去的愿望 华龙也只好从善如流 接受了他的邀请 好 我们也去 兰斯娜立刻改口 哟 刚才是谁说不去的 老二立刻抓住画饼 嘲笑道 兰斯娜也不是省油的灯 卖着猫布 来到老二身边 恍然大悟道 我忘了见老二一发得意 叙道 也未有盗贼 这方圆百里都没村落了 你老二气得不轻 一手指着嚣张女人 明 可大姐他哼 见大姐生气 他也只好独自生气 团长转身道 忘了介绍 我叫坟 雪玫瑰盗贼团团长 生气的老二是明 女扮男装 老三是林一行人边介绍 边向森林深处走去 生气球 老三是ielen 老三是与